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五最标 那么在4月2号大盘加全指数 尾盘收最高涨了244点 收在20466 那么你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 愚人结的大笑话20466 不要说是台股今天指数 涨了244点 你如果仔细想一想 今天在早上美国的ADR愚人结的谣言 让台积电的ADR大涨4% 这个玩笑开到国际去了 我跟你讲这个有法律问题也很严重 如果说是真的开玩笑的话 这个讯息的下方应该就直接要公布答案 而不是说让股价甚至包含美国ADR大涨之后 相对才跟你讲 整个巴菲特买回台积电持股是一个笑话 这个影响很大 我相信这个内容还会发酵 最主要就是说 这两天从昨天美国ADR的投资人 台湾台积电的投资人 如果是看到这个新闻 巴菲特买回台积电持股 看到台积电ADR大涨 而去买台积电的投资人 这个牵涉到投资的一个损失的话 那些法律的问题会很严重 而且这个追溯企业又很长 这个愚人节的大笑话 就是有人开了一个巴菲特买回台积电的持股 这个影响到美国台积电的一个ADR大涨4% 台湾的现货大涨20块 这个是一个假新闻 我一开始先把这个重点点出来 是一个假新闻 那么今天大盘收指数收在最高20466 我相信今天盘面上很可能尾盘 应该也是一些当冲的最后回补 补在20466 那相对的这些愚人节的大笑话呢 有哪些精彩的重点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最主要的 在盘中有好的讯息的话 我们会跟好朋友们放在我的记事本 右上角的记事本 如果看法没有改变的话 没有新的内容 我就不会讲一大堆废话 也不会说发一些垃圾文 那么好朋友加入我的Lite8呢 记得跟我打个招呼 确认一下你有加入成功 那么比较方便的还是在Telegram Telegram呢 我的ID是亚洲一路发 Azure168是最方便的 我的时空计量学的部落格网址是 ma2485.com 把每天分享的内容 记录在我的一个部落格里面 还有分类 让大盘还是影音分类的话 在搜寻上有时间 每个月每个月的分类呢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分享的重点 那么最方便的 还是晚上八点到九点钟的一个直播时段 也谢谢铁粉们啊 每天很准时的 八点钟晚上开始跟我们一起分享 不知不觉啊 已经在晚上直播应该做了五年以上了 这个内容上 其实我们在每天不断的把这些重点 也是让我的思虑捋清楚说 这个盘式的看法跟方向 有些时候为什么要坚持 说实在的 这波很多人一直叫你去买 甚至还去吃那个高股息ETF的豆腐 我不会去做这些动作 我为什么会把这些的观点 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有我自己的逻辑 那最重要的 新朋友 记得要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在影片有新的影片上线 第一时间你就会收到讯息 在一开始 我们先讲一个数字 来 今天早上比特币大跌 比特币早上的时候 大概是跌了1500美元 有没有看到 下午时间1点40分 比特币失守6.7万美元 注意看 早上跌了1.5万美元 下午到继续跌的时候 加密市场又超过5亿美元 遭到清算爆仓 现在进行是 整个比特币还在持续的爆仓 清算 不管是多空 做错方向的 马上被洗出去 今天早上 到早上6点半左右 比特币跌了1556美元 来到6万9千775 你知道吗 到刚才 晚上7点半的时候 相对比特币来到多少 6万5千153 你看 这个股价到今天下午 如果说是2点钟的时候 还有在6万6 6万7 现在剩6万5 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 最投机的比特币 今天又大爆仓了 到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 6万6 6万7的时候呢 就已经5亿美元爆仓 现在跌到6万5 第一个重点 看到了说 今天的比特币啊 又在多头的大屠杀 这个关键重点呢 来 在讲台股之前 你先看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今天早上 道琼跌了240点 费半指数小涨 这个小涨1.16% 就是台积电跟美光 在道琼指数的周线上 是不是周KD 上一周的片线 这一周 礼拜一就拉回死亡交叉 K值84.89 D值85.39 那么KD指标呢 是死亡交叉 纳斯达克呢 KD指标已经连续6周 连续这个应该是讲5周啦 12345 这5周时间死亡交叉 相对的费城半导体指数 今天早上也是连续第5周 KD死亡交叉 在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周KD都是高档死亡交叉的情况之下 台股呢 今天涨244点啊 又把ZU的指数推到高点 20466 相对大盘的9K 周线的9K呢 95.61 D值92.90 周KD啊 九死一生 为什么讲这个周KD九死一生 我们待会跟你讲指数的成分结构 你看完你就懂 因为这种长价的买力耗尽呢 让今天的尾盘收最高 第一个我们先跟各位讲 在美国的周KD是明显死亡交叉之下 来先跟你讲一个数字 你看看现在 现在美国道琼电子盘 我再把它更新一下 现在的美国道琼电子盘 道琼跌了多少 219点 道琼电子盘 大跌219点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纳斯达克的电子盘 来 是不是持续往下 跌了96.5点 跌了0.52% 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 道琼电子盘现在跌200多点 纳斯达克电子盘呢 也跌了快100点 不要紧张 不要说看到这个盘式啊 好像台湖涨上去啊 又开始要去追股票 一开始我先把这个重点点出来 美国周线上是做拉回 同时呢 现在的美国电子盘是大跌 在这个关键重点里面 还没有进入今天主题哦 来 今天早上台积电ADR涨了4% 有没有 刚才好朋友有讲说 台积电的一个ADR盘前盘还在小涨 你仔细看 先不要急 听我讲完 台积电的一个ADR 涨了4% 为什么涨 两个因素 我讲白话一点 多头 这个时间点 能够让 那个散户去买台积电的方式 绝对不是用现股 它绝对不是叫散户呢 买一张79万的台积电 叫散户去买 散户能够买台积电的 可能只是一些 剩下一些零股 比较多的是谁 散户的买这些半导体的台股指数相关的成分股会买台积电 比方说0050 三月份成立的00941 这个指数有关的ETF呢 他们都有台积电 没错吧 你虽然说高股息台积电没有 但是呢 在指数成分股还有半导体 类似像00941 这种半导体成分股一定都有台积电 没错吧 所以它现在把指数台积电推高的时候 它真的要套的 不是叫散户去追790块的台积电 它是让ETF持续的去加码 去追高台积电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ETF啊 成也ETF 败也ETF 你股价涨的时候 投资人一直涌入买入 他就会股价一直往上推 没错 但是股价跌呢 这些ETF投资人赎回的话 它的规模是有弹性的 它的规模说 不是说股本100亿1000亿就不会动 投资人一赎回 它的规模就会缩小 缩小的时候 他就要卖股票 给投资人赎回 那个会造成筹码面 助长助跌的效应 好 这点一定要记得哦 在这个关键 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台积电早上 ADR大涨的4% 看看这个时间点 这是PTT的内容 PTT的内容 在昨天晚上10点43分 发布时间 昨天晚上10点26分的新闻 新闻出来 什么AI热潮 台海局势的降温 巴菲特买回 传出 巴菲特买回台积电 全部持股 如果照每一季每一季的时间 应该在5月份 13F的报告呢 对整个巴菲特 他的POKSHA投资公司的持股 是5月份才会公布 怎么会一个多月之前 就会公布这个数字呢 还引述 外媒引述消息报道 台积电 那个股神巴菲特 买回2022年底的台积电 全数持股 哇 昨天你看 让台积电的ADR大涨 让台湾的现股大涨20块 我跟各位讲 这个法律问题啊 我跟你说 在美国来讲 一告下去 会告得没完没了的 绝对不能要去造假 去放这种假消息 把这个网址 公商时报的新闻呢 我特别也去在网路搜寻了一下 确实是昨天晚上 公商时报的标题 AI热潮台海局势啊 降温传巴菲特 买回台积电 全数持股 你看 结果 网址1点 新闻下架 昨天晚上上来之后 发现一件事情 那是假新闻 好 那个是假新闻 那个假新闻呢 你看 今天在盘中时间啊 12点21分 愚人节谣言 让台积电ADR大涨4% 带动台股开高走高 真的吗 假的 这个内容上来讲 原来的新闻已经下架了 最主要是愚人节谣传 这是谣传 巴菲特出手 让台积电ADR大涨4% 让现股一开盘就涨14块 收盘涨多少 20块 有没有影响 有 真的有影响到股市 影响到美国的ADR 影响到台湾的加权指数 20466 但是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真正把指数拉上去的 三档股票 你有没有算过这个三档指数的权重 这个关键 我们先看这个市场上有一个网红 这个网红 愚人节开玩笑开过头 什么巴菲特买回台积电 财经网红名嘴媒体 通通都上当 是不是 早上一开盘 我们就跟会员讲 这是假新闻 这个关键重点里面 这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 FAC 是假的 假的新闻 相对的 这个网红出来抱歉 说 这个地方来讲 这篇文章 他自己写的 相对来讲 他不知道台积电盘前 为什么要拉 请大家不要再相信了 他也出来澄清 但是呢 我跟你讲 你不是说澄清就没有法律责任 只要这些投资人 昨天 今天买台积电的投资人 如果在操作上有损失 在国外来讲 会告 告到很严重 因为这种放假新闻 愚人节的谣言 台积电的ADR大涨激励台股 台积电的市值 大涨 收盘涨了20块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人 包含了网红 媒体 还有专业的专家 都被骗了 这个时间呢 结果 现在收完盘的时候呢 慢慢的讲 愚人节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的内容 结果是巴菲特 买回台积电吃股 引发违法的争议 问题就会慢慢出现了 这个出现呢 财经专家媒体 纷纷引用重磅消息 愚人节玩笑开错 可能涉及证交法刑则 刑则是一回事 但是一个最重要的 如果损失呢 那个法律一告啊 五年跑不完 因为法律的追溯期 它有一定的时间 五年还是十年 我忘记了 但是这个时间上来讲 是非常长 不是说三五个月 出来道歉就没事 只要这两天有买到 看到这个新闻买到的投资人 到时候会有球场的问题 这个时间点啊 我跟各位讲 盘前还有个新闻 今天盘前啊 什么台积电 美国新厂拼提前量产 是不是 公司讲说进度良好 但是有没有提前量产成绩 没有 这个也当做是一个利多了 一个是巴菲特买回全部持股 一个说 美国新厂又拼提前 到这个今年年底 2024年底就要投产 这个是真的吗 公司也没有进一步的澄清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来 我之前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去年第四季 巴菲特的现金1676亿 有没有 巴菲特的现金创下新高 有改变吗 到现在没有改变 同时呢 你仔细观察 整个巴菲特指标 美国来到189 逼近190市场崩盘警报大响 在这种条件之下 难道巴菲特打巴菲特 告诉大家说 两年前我看错了 所以我买回台积电吗 还是说 我把2001年 我所讲的巴菲特指标 我现在看法改变了 巴菲特指标是错误的吗 不可能 现在来讲 这些巴菲特指标 今天早上 美国道琼跌了240点 是真的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 整个美国巴菲特指标 已经来到189.28 台湾的台股巴菲特指标 更是来到273.93 明天礼拜三 这个礼拜又会有最新的数字 还会超过273以上 除非是明天跌啦 不然的话 这两天的涨幅 明天来讲 很可能还会创高 明天要大跌200点以下 才可能会把这个巴菲特指标给降温 一个关键 来 凯因斯的警告 不要去投机泡沫 好像在冲浪冲泡沫 这种投机的手法里面 如果资本市场变成赌场的副产品 将来的修正会很严重 所以我为什么今天的标题跟各位讲 今天把指数收在最高 20466 有没有 20这个属于 20466 指数涨了244点 他把买力都给耗尽了 在这个时间点呢 你如果看到美国晚上 今天早上是道琼跌了240点 如果美国晚上又再继续跌呢 最简单的 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看台 那个属于美国的道琼电子盘 现在跌了多少 227点 道琼电子盘还在往下跌 是不是 还在往下跌 今天晚上 你说美国的台积电 还要再放那种假消息 利多来骗人吗 我跟各位讲了 不要投机就是不要投机 今天台积电涨20块 拉台指数 一档股票 一档台积电拉指数 拉了154.8点 有没有影响指数 大盘涨244点 台积电涨了154.8点 鸿海呢 拉了指数26.1点 广达拉了15.9点 也就是说 这三档股票 台积电 鸿海 广达 三档股票 拉了大盘指数196.8点 占大盘涨幅的80% 八成 扣掉这三档 大盘指数 涨多少 大概40几点 46点左右 48点 大概48点左右 还不到50点 扣掉这三档 这也造成了 你看上市贵的涨跌加速 上涨392加 下跌511加 上贵上涨321加 下跌400加 上市贵都是跌的加速 大概占6成 涨的加速只有4成 上市的部分 三档股票 就占大盘指数 8成 看懂了吗 我就跟各位讲 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特别注意 相对来讲 要很留第一个关键重点 我跟各位说 整个历史高点是卖点 它今天就拉三档股票 除非是你有鸿海 你有广达 有创今年新高 不然台积电都没有过高 台积电没有过 3月8号 796的高点 20466推 红海推广达 其他的部分 很多个股还是跌 甚至创今年新低 回到周线结构 K值95.61 D值92.9 你敢追吗 我真的不敢追 我敢放空 我不敢追 相对的 道琼指数 周KD死亡交叉 纳斯达克 周KD死亡交叉 废半指数 连五周的周KD死亡交叉 它这些的拉台 只剩什么 美光只剩台积电ADR 昨天的一个美国股市 拉台的废半指数上涨 但是今天晚上呢 反过来 这些个股压回的压力会更大 那今天最主要的投机力量 先踩刹车的是比特币 今天到67,000美元跌破的时候 加密市场5亿美元爆仓 被清算了 爆仓 那相对的 我们刚刚讲 一开始所说的 今天早上大概跌了 1556美元 那么今天晚上7点半的时间呢 又跌了4510美元 已经跌到了65,000美元左右 这个爆仓的数量 如果还继续跌 我跟各位说啊 这个往下继续跌的话 会让很多 多头在 明天早上之前 被爆仓清仓掉 这种影响就是代表 投机力量的刹车 你不要不相信 投机力量的刹车呢 从比特币 从最高73,740.9美元 跌到现在的65,000美元 已经跌了多少 12,000美元 那相对 真的有系统风险的 跟原物料涨势有关的 还是战争 伊朗 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 遭到这个属于 以色列的空袭 伊朗就直接放话了 你在空袭我的领事馆 那你是对我本土宣战的意思是一样 这种中东冲击扩大 有没有 中东的冲击扩大 伊朗称以色列轰炸其 叙利亚的大使馆 发生什么事 油价金价又在往上冲 早上我们都跟各位分享了 Telegram还有我的部落格 都可以看得到 在今天早上 中东局势紧绷 不光是伊朗跟属于以色列 还包含了乌克兰 这些的中东局势的紧张 中美制造业数据正面 油价 西德州原油 还有布兰特的北海原油 布兰特的北海原油也都登上了 5个月的高点 布兰特原油今天早上来到多少 87.8 创下去年10月底以来的新高 那相对的伊拉克又带头 OPEC三月做一个减产的量产 不但是伊拉克带头 连苏俄也在减产的时候 苏俄是被动式的了 最主要就是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 这种都会造成原油价格 我们从之前从站上70 80 81 82 83 到现在的87 再一个阶段 如果到90以上呢 比较担心的 不是说我们能够用多少多少桶油啊 是这些能源价格在大涨 通膨下的来吗 这是第一个 通膨如果下不来 还在往上拉升的时候 不会降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台电最直接的 台电升行的 比如说涨价11%以后 能源价格如果不下来 还在继续涨 马上7月份 核三一号机又要停下来的时候 你想想看 我们的能源价格 10月份还是明年4月份 还要再涨一次11%吗 产业界企业界受得了吗 这种原油价格继续涨 小摩在喊100 100 全市场都知道 在喊100 然后呢 可可豆已经冲上了1万 是不是 再来铜价也要看 高盛大摩都认为 供给吃紧啊 铜价上看1万美元 所以什么低铜啊 联帽啦 华融 华融电线电缆这些啊 融芯电线电缆这些 属于跟铜相关的产业 电子业今天都有拉升 这个铜价也要上看1万美元 都在涨 铜价上看1万美元 还有金价 金价喊到3018元 金价又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黄金价格我们昨天讲最高啊 昨天大概中午12点过后 2286.35 昨天中午过后有一度拉回 但是尾盘呢 又拉起来2272 收盘价最高价 还在创历史新高 油价金价 还有包含了可可 还有包含了铜价 一个一个寒涨的结构之下 你想想看金价 今天早上是2272咯 已经比2265还要高 那相对的黄金啊 还有认为说 这个时间如果跟油价的相对关系来看的话 还是便宜 那既然这种便宜之下 什么年底喊2300 同价要喊1万美元 你看 这些大的投资商行啊 投资银行啊 都在喊这些原物料价格涨势 为什么涨 美国不断的一个属于 要说喊降息喊降息 没有降息 那美元走势呢 之前在属于降息之前呢 相对来讲 美元先有经过修正 但是现在呢 有下来吗 这个关键重点 回到通膨的观点 鲍尔为什么讲说 不要急于降息 有没有 目前不急于降息 最直接的答案 昨天3月的ISM制造业指数 结束了16个月的连续衰退 美国的ISM制造业指数很热 怎么热法 已经回到了50.3 回到了多空的一个分界 锦气融库的分界是50以上 来到50.3 它代表的是物价新订单 还有生产齐阳 3月ISM指数来到50.3 只有美国好 美国之外呢 你看看 台湾 日本 韩国 3月的PMI指数 意外都是萎缩 都低于50 是不是 都低于50以下 是一种萎缩 那么台湾的3月制造业 PMI指数是连13个月的紧缩 代表紧气面 真的没有说需求这么强劲 可以带动亚洲的PMI指数 持续往上做明显的一个回升 那市场上就关切一个重点 看看我们刚刚讲的 黄金 原油 小 原油 可可 铜价 一个一个都在喊涨的时候 你物价怎么下来 物价不下来 美国的ISM制造业指数 又回到了50.3 50以上的时候 没有办法降息 暂时来讲 景气还是很好 没有办法降息 相对 可能只是喊到说 只会降一次 这个关键重点 很明显 在市场的关键 美国债务在滚雪球 恐怕会爆发新的危机 这种债务滚雪球 我们昨天不是讲吗 这个每100天增加1兆美元 加到这个3月底 大概又增加了多少 3月底又增加了3000亿美元 来到34.77 这个每天在增加的国债数字 没有设限 没有设限的情况之下 美国领准会又不降息 美国的债务又每3个月增加1兆美元 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会飙到多少 1.6兆 现在是1.1兆 接下来会飙到1.6兆 是之前疫情之前 5.840亿美元的一个1倍 疫情之前是5.840亿美元 现在几乎要飙到1倍 那如果飙到1.6呢 2倍 美国政府受得了吗 美元受得了吗 美国股市能够承受吗 不要说把这个资金泡沫给吹大了 它是举债 不断的举债之下 造成美国债务失控 你看最近这个走势你就了解 过去这一年 美国不降息 升息21码之后 它已经把整个债务的利息直接飙升 失控了 这种失控的现象 过去一年 美国科技业的平均税率只有15% 标普500的指数 平均税率是多少 21% 市场上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 监管跟利率上升 往往是科技业多头跟泡沫破灭的导火线 看懂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各位讲 市场上金融市场很乐观 可是仅是信号 不管是从巴菲特指标 ISM的制造业指数 甚至从美国的一个科技业的税率 只有15% 跟标普500的平均税率21%来比较 科技股到了高点 压力是非常的大 这个时间点呢 在第一季的财报 三月底要公布之后 等于说去年年报了 年报第一季底要公布 碧桂园从今年开始停牌 整个大陆的房产负债 五家超过一兆人民币 五家超过一兆人民币 你看看碧桂园 他在3月28号就已经停止交易了 碧桂园在这五年的时间跌了多少 从十几块的股价跌到28号 0.48元 真的啦 在这个时间点啊 很明显 那个价格波动是真的很大 中国房企推股牌 碧桂园财报难产之后 万科尽力暴跌 碧桂园今天没有交易 已经停止交易了 停牌了 那么万科尽力暴跌 你看万科 今天跌多少 12.9% 大陆房产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透过政府撒钱 透过银行融资去救 但是在整个科技业 特斯拉在大陆市场上 中国市场上 特斯拉Model Y 上调了5000人民币 美国市场上提高了1000美元 特斯拉在美国中国涨价 股价是怎么样 跌 股价跌相对的比亚迪 推出低价的这种竞争 8万人民币的油电车 让股价212 已经超过了 比特斯拉的175 超车一段 今天早上还涨4.41% 这种比较之下 你就会发现了 中国房地产还乐此不彼 但是呢 房市疲软了 不见回春的现象 三月的销售年减46% 农历年二月卖得很不好 三月份又年减46% 接近腰斩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只有碧桂园财务的问题 来 中国至少有40家房企 推迟公布财报 这是焦点 40家 撑得住撑不住 很想努力 很想努力去救他们 很想用时间 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把余屋清一清 把房子卖一卖的话 可以自己周转过来 可是呢 年报一出来 如果财报交不出来 该下市的下市 该报的会报 这个时间呢 不要说大陆40家房企 香港的停牌潮超过60家 三月底没有公布业绩 大陆房企就40家 香港停牌潮60家 我们也不要说笑人家了 台湾有两家 没有交财报 有两家 一个是停薪 上市公司跳票8000万 还记不记得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 冠军在4月2号打入全额交割的时候 公司有出来说 公司还是OK的 所以相对来讲呢 冠军今天来讲 跌幅就没有这么重 但是 冠军4月1号跌停板 相对的停薪 我们说财报问题股 不要去碰它 我昨天 我说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看到它的财报 今天早上 我还是没有看到它的财报 今天停薪呢 两根跌停 卖得掉吗 这就是我跟各位说过 有问题的公司啊 尤其是跌到个位数以下的 不要乱抢 你抢对了 好像很过瘾啊 赚到最低点 那个涨起来幅度很高 你买错 一旦爆的时候呢 卖得掉吗 是不是 会很痛苦啊 这个时间点 台股有两家公司财报难看 一个是2358的停薪之外 还有一家是2443的敞红 2443的敞红呢 一开盘又是直接的跳空跌停 财报没交出来 有没有 上市公司有两家财报没有交出来 这些都不要去猜低点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 到底后面的亏损数字有多大 不知道 不要去碰 这个时间点呢 南韩中小企业恐怕也会大量倒闭 也是来自于大陆电商推这种低价的直购商品 市场还点名了 大陆有8个产业 什么太阳能啊 LED啦 大陆成熟制成介入的产业 不要去碰 这个我认同 那么日元走扁是投机的炒作 从昨天高点拉回来 快高点拉回了900点 今天有大幅反弹吗 没有 日向 日本财相 释出强烈的干预警告 再来瑞银就估计 日本央行7月加息的几率40% 10月加息的几率60% 不但是从负利率已经开始回到零以上的时候 接下来外资看法上 看日本央行还会继续升息 这个跟美国要降息 跟我们台湾的情形比较接近 台湾的利率太低 还有可能去做一个升息来压通膨 这个时间点 昨天严秉丽严董就说 未来再升息两到三次 也不会令人意外 一个关键 我们台湾的物价指数 现在估计是2.16% 可是从4月1号 昨天开始 电价一涨平均涨11% 重点是企业 还有包含消费的电价涨幅 我认为不止11%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成本提升以后 物价一定是蠢蠢欲动 你如果再升息个两次三次 半码半码 升息个两三次 也一码一码半而已 多吗 不多 说真的 如果再升息三次 比方说再升息三次 你说台湾的利率 会回到一年期定存利率2%吗 我看真的是要很努力啊 时间上来讲也不会这么快 是不是 除非是通膨数字 在电价涨升以后 接下来4月份开始 那个涨幅压不住 这个时间点呢 要特别提醒啊 低首付 赌这个增值的部分 赌增值啊 最近营建股 有一些股价好像是热卖卖的不错 小心啊 营建股不要说我讲 连主播都私底下都在讲说 是不是这种营建股涨升上来 大家都是担心 会不会是最后一棒 大陆香港美国 商用不动产的问题 拖累银行 大家都看到了 那台湾呢 还在炒营建股 对吗 千万不要去接到最后一棒 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讲AI的部分 现在OpenAI用15秒 就可以复制人生工具 可不可怕 一些声闻辨识 那些电影情节 可以在生活上真实的发生 但是因为安全的风险 没有开放使用 它没有开放使用 除了OpenAI以外 其他的厂商会不会开放 讲白话一点了 既然AI做得出来 那你OpenAI不做 其他厂商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 它可以模拟主播 模拟老师的声音 就可以复制这些声音的一个节奏 这个安全性 全球谁来管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过 深层式的AI热浪全面袭来 这个会造成很多这种创作 甚至一些文书的这些应用人员 失业 英国恐怕会有800万个工作职缺会灭绝 在整个高盛估计 全球经济增长会发生一个3亿人恐怕会失业 你说这种情况之下好还是不好 现在如果用企业的观点可以买一次大量投资之后可以扫掉很多的人力成本 还有退休金的成本 划得来 对企业的老板来讲是划得来 可是对一般的工作者呢 慢慢很多工作 英国是800万个工作会被取代 同时全球大概会有3亿人的饭碗不保 这个影响会很大 最明显一个例子 现在这个什么 那个美展第一名啊 承认了是用AI绘图 谁来去做这个取缔 谁来未来不能够保证说 他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 市场在开个愚人节的玩笑 说什么台积电巴菲特买回来了 就有人信 然后呢 AI的绘图或者是AI的这些文字 创作 甚至以后的小说 这些内容 你如何来查证 如何来辨别真伪 相对的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 美国的AI股啊 最真实的 这个ALAB啊 是由小辉达支撑 前面涨幅很凶 结果今天早上反而是跌了4.14% C3.AI跌了2.48% BBAI跌了4.39% 还有SOUN跌了5.6% 今天早上 灰达这些还没有大跌 但是 软体股已经明显有一个拉回的幅度 除此之外 美国AI的晶片出口新规定 4月4号开始生效 中期的PC厂将首当其冲 不是只有PC厂 还有包含的高阶笔电 同时会发酵 那么在去年的财报公布之后呢 去年财报 注意看 去年的税后存益 年减27.12% 年减27.12% 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去年的财报到现在有反应利空吗 市场上的焦点 就是认为说 今年AI的狂潮加持 有望成长15到20% 那相对去年 在工商经济日报的估计 去年全年获利是年减26.9% 年减26.9% 有没有反应利空 没有 它已经反应到 今年会成长15到20% 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关键 回到盘面上 过去的利空没有反应 反而已经把今年的利多 先反应到204.66 把台积电8bit买回来的力量 都反应出来了 结果关键 看看指标股 这个垃圾盘啊 富士达撒到跌停板 老师怎么会这样 不光是富士达 你去看一看 前面之前 这个折叠手机的轴承 新日新被法人杀下来 连续两天大跌之后 筹码乱掉 那今天回到 富士达跟谁 赵立 好朋友不是常常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 赵立赵立 是不是高点 真的跌下来了 赵立股价大跌24块 谁杀的 这不是我卖的 我没有去追杀他 我跟各位讲 这种情形你如果看得多 你就真的是不敢买股票 不是说我真的要吓你 赵立大跌24块 看看今天的阴记 前面AIPIN AIPIN 讲了AIPIN 讲了这么久 4月份了 本来说3月要出来 出来了没有 股价炒完了 股价就跌下来了 那希力KY呢 希力斯大KY 股价大跌快6% 跌了20块 股价创今年新低 不讲你不知道 假如你真的会吓一跳 金利科今天大跌44块 不是安国神盾的IPC制裁很强吗 金利科反而大跌44块 大盘指数大涨创新高 郑林跌7块 跌了5%多 金像店跌了4%多 跌了11块 剑准跌了5块半 跌了4%多 还有包含了 齐鸿大跌21块 老师今天不是AI股很强 广达很强吗 他在拉指数股 拉某些个股的时候 其他股票出 出高档股 甚至出那种会破底的股票 继续做追杀 那像建策呢 今天大跌35块 那最明显的你看CDKY 我刚刚讲的 CDKY今天的收盘大跌下来 创下今年新低 腾云创下今年新低 普瑞KY从1345跌到今天的1095 抱着 好我还是抱着 相对股价就是创新低 同时像3693的银帮 也接近要破底 从去年空到现在的银帮 我还是抱着 没有改变 那省准的部分呢 你注意看 省准的收盘价 创下今年新低 3558的省准 一个字的差别 它不是省顿 它是省准 省准是往下 不是往上 台龙收盘创新低 强升 4747的强升 收盘创新低 华城3202 收盘价接近新低 上亚科技 创新低 玉鼎创新低 还有包含了 西伯收盘价接近低点 那么比较电子商务相关的 Go Margin呢 没有什么量 但是收盘价创新低 网家收盘价平了新低 最弱势的股票 台塑集团有反应了 富邦媒有稍微谈一下 幅度太小 最弱势的网家 盘了10天 你看它的股价 收盘价又平了低点 平了今年的金低价 有真正止跌吗 没有真正止跌 或许你说 看到这里 看到马老师讲以后 真的都不太敢买股票 我给各位讲 不是我自己随便乱说 来 大家可能最 股价最敏感的 我给各位看 现在的道琼期 道琼电子盘跌多少 277点 还在做追杀 那不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吗 巴菲特指标都美国来到189% 道琼纳斯达克费半指数 都已经周KD高档死亡交叉 你台湾自己能够连续每一周每一周上涨 让很多散户都觉得说 这个盘不会跌 这个盘不会崩 所以呢 这个盘闭着眼睛买 把定存继续解 解完以后去压高股息 昨天高股息 00940跌下来 很多人还继续的加码买 定时定额分批 不是这样子做的 你这样子买还是买高点 你真的没有看过说 大盘指数 经过一个快速修正的时候 我讲我自己一个例子 我刚开始接触股市的时候 大概是77年78年 民国77年78年 那时候开始接触 我记得我接触低档股票的时候是谁 1215的普风上市 那时候我还问我爸爸 我那时候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问我爸爸说 那个普风啊 那个股票升购那是什么东西 我爸爸也不懂 我就自己就是慢慢自己研究 那么之前我看过股市指数最夸张的 民国79年 民国79年 从12682跌下来跌到2485 就是我看过指数最低的 民国79年的2485 2485点 你知道那年指数发生什么事 从12682跌到2485的时候 大盘指数是腰斩腰斩再打八折 一万两千点腰斩到六千点 六千点再腰斩到三千点 三千点还没有止跌 再打八折 达到2485大盘指数才见底 从12682跌到2485 十个月的时间 大盘指数跌一万点 那时候后来回头去想 为什么台股那年崩得这么凶 当初如果是讲经济面 当然是从跟着日本的泡沫破裂 同步做一个大修正 如果在政局上来讲 也是当时主流跟非主流 就是郝伯春跟李登辉 主流非主流的斗争 内斗造成股市的崩盘 你没有看过那种指数 一年从12682跌到2485 就是我讲的腰斩腰斩再打八折 十个月发生 你真的没有看过 那相对现在很多人呢 哇 00940挂牌第一天 哇破了9块9 到了9块8 赶快又闭着眼睛去加码 真的不要这样子做 好我讲良心话 我也没有去放空00940 相对我跟各位讲 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属于道琼指数 现在跌了278点 不可能是我去打压的吧 是不是 不可能我去打压的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看到不光是纳斯达克到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现在跌多少 你再看往下更新 现在我这边看到的数字已经跌了284点 再来你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急杀 155点 那么刚才有好朋友讲说台积电的ADR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ADR 盘前盘它的数字都已经有在跑 盘前盘都有在跑 我给各位看 来 在下午4点之后的盘前盘是有反弹 现在台积电的ADR已经也开始下跌 跌了0.2% 看懂了吗 好了 跟各位讲说这些个股啊 一个一个弱势股票还是很弱势 跌升反弹空间也不大 但是回过头来 昨天009404月1号愚人节生日 昨天挂牌 不要当理财愚人 你真的要买这些存股的观点 买高股息 为什么不等它大跌下来再买 是不是 要定时定额 也不要从高点就开始定时定额 你在高点定时定额 你是帮人抬轿吗 相对的 我跟各位说过 人家说在抬股最简单 过去这20年来 这20年来 每一次跌到一个位置 政府基金 四大基金一定会出手就势的 定存股的最好时间点是什么 10年限 可是10年限 一般人等不到那个时候 一般人等到10年限的时候 是反过来做 为什么 你在高档很有信心的时候 2万点拼命的买 买定存股 去买高股息的ETF 等到大盘真的是跌到10年限的时候 投资人是刚好相反的 刚好相反的是在追杀股票 是在没有信心卖股票 是因为缺钱 想要小孩子要用的一些学费什么的 就卖股票 卖在最低点 这是我们看股票市场上 看了太多太多年 真的啦 这个指数的高档 他每天给你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9天占上2万点 今天收盘还收最高 不会怕 对不对 长龙海运 29号跌4块 昨天跌4块半 今天再跌2块 好像慢慢要直稳哦 好像季仙附近要反弹哦 你有没有想过 除了同业打压之外 长龙海运为什么比较弱 你如果有仔细去看一下 我给各位讲一下 长龙海运如果从产业同业来看的话 阳明万海准备破底 听得懂吗 在筹码面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明天 他们的控股公司 长龙国际 明天要举行董事会 长龙集团的 这样的 集团的加变战 加变战火 可能会再爆发冲突 长龙集团个股 股价走低 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高股息ETF 他不会考虑到什么 长龙集团加变战火 不会考虑到 老大老三明日摊牌 如果说一摊牌之后 输的一方会不会卖股票 还是说两边势均力衡 所以还会再继续加码买股票 这个不可能 我认为老大还是掌控长龙海运的一个关键 那长龙国际 应该还是老大所掌控的 但是老三他如果不认同 他会不会卖股票 一个关键 回到台湾的蓬蓬物价 电价如期调涨 4月1号如期调涨 电价三年涨了30.4% 我跟各位不断的强调 台电今年涨11% 还要再亏100到120亿 还要再亏100到120亿 年底会亏3920亿 相对的 核三一号机7月27号停机 明年5月份 核三二号机 有没有 二号机 明年5月中也要停停下来 核三一号机 二号机如果停意的话 150亿度的电 要用绿能来取代 要多570亿 电价还要再涨3到6% 我刚一开始不是跟各位讲吗 现在的能源价格 原油天然气 这些价格如果不降下来 台电到年底亏3920亿 原料成本 原油天然气 煤这些的成本 还在往上走高 台电10月份 要不要继续涨电价 核三厂 明年5月份全部停意的话 要多570亿的绿电成本上来 电价还要再涨3到6% 明年电价还要涨多少 也就是告诉大家 除非是原油价格 世界和平原油价格大跌 不然在原料成本 现在还是含涨的趋势 还有在核三要做停机的情况之下 今年10月份 明年4月份 电价很可能还会再涨 几率很高 我不要乱说 它的几率有多高了 几率很高 这两个因素 你自己去做参考 电价涨不停 企业会获利好吗 我们昨天跟各位说 普瑞KY3月8号 等于说是回补过后 放空的标的 到今天902收盘价 创新低 148块还是继续抱着 那去年9月份放空的银帮 550块放空的 到现在 今天363块半 还是抱着 基本上越后面 它本身股价破底的速度会越快 抱着 那么在今天来讲 我们也是带着新朋友 带着老朋友 空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 相对已经融卷回补过后 去年亏损 这个数字上来讲并不好 相对买力耗尽 股价高档 拉上来空点 如果说想好朋友想跟上这个节奏 南向的赢家列车 080-0370-888 跟我们亚洲投顾的助理来做一个直接的报名动作 好 很快我们看一下几个重点 来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电子盘 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的美国道琼电子盘越跌越深 现在多少 297点 你看 道琼电子盘现在的跌幅跌了297点 你注意看 台子齐的盘后跌了41点 那纳斯达克的电子盘呢 我看看有没有变动 纳斯达克的电子盘 现在是跌155点 跌了幅度0.84% 注意两件事情 如果今天晚上 美国的科技股 美国的道琼指数 拉回 我跟各位说 道琼纳斯达克 费半指数 周KD加做拉回 第二个因素 明天是我们这个礼拜最后一天 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 那明天晚上 礼拜三四五 我们的清明廉价四天里面 美国股市有三天的时间 今天晚上除外 还有三天的时间 会在下个礼拜一一起反应 那么这些长假的买盘 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加码 只有要骗散户 跟你放这些假的利多 开个什么愚人节的玩笑 说巴菲特买台积电了 这个美国建厂今年底就要量产了 可能吗 你自己去判断 我都认为不可能 今天早上我们一开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把把这些讯息 一开盘的时候就告诉会员朋友 那是假新闻 这是让散户去做一个追高的假新闻 最重要的 在整个道琼旗子电子盘 现在跌了快300点 纳斯达克的电子盘跌了155点 都在往下杀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今天晚上你如果看到 好我们刚所说的 道琼周KD 今天晚上拉回 很明确就是周KD 那个是纳斯达克 道琼是上一周是多头的一个片线 那这个礼拜拉回 就会开始明显做一个下探的动作 纳斯达克呢 已经连续第五周 这个礼拜是第五周的KD死亡交叉 废办更明确 废办的指数呢 是从5217.83 建高点之后 周KD就开始翻黑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你看一看 3月8号 3月8号什么时间 台积电 2330的台积电 796的高点 现在的台积电呢 在这个位置点 高点还是没有过796 想去拉台 但是后面接下来四天廉价 美国股市有三个交易日 投资人不是傻瓜 那些短线当充融资户 会去买单吗 不会 这个在量价结构上 也会形成背离的走势 这点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些重点分给大家 那再来 这个台积电变标股 这个应该是拉指数 放假消息了 在这个时间点 美国的台积电 已经刚刚翻黑了 已经开始有下跌的走势 最主要就是 我们刚刚所说的 道琼 纳斯达克的一个 盘前下跌的走势 还在做一个加速的动作 那再来 在这个时间点 也确实 那照例已经开始 明显拉回了 3548 有没有 3548 今天股价大跌8% 前面是最弱势的是谁 3376的新日新 还记不记得 3376的新日新 这两天是谁在做追杀 你看一看 外资投信同步追杀 让股价呢 是不是 外资这两天买 投信继续做追杀 不要去抢 因为整个筹码面 6805的富士达 一根长黑 前面追高上去 追买上去 现在去追杀下来 照正常的逻辑 3月份追高买的富士达 今天不是就赔钱卖了吗 外资会做这种傻事情吗 很多时候你要去想 外资就是大股东的左手跟右手 内部有国内的这些大股东的左手 外部有外资的一个右手 他们在两边让散户追高杀低 是不是很标准 那么3548的照例 你看 这个逻辑最明显的例子 3月29号上周五很明显的大量外资大买2022张 买债充到286.5 今天杀到263 把上周五的长虹全部吐出来 卖了1810张 这样子外资追高杀低会赚钱吗 好 点到就好了 好 点到就好了 那再来 在这个盘式节奏里面有很多个股 我说在这个盘式节奏里面 很多个股真的是不要去随便乱追 那再来 3202是否有反弹的机会 我讲真话 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它的量 你知道吗 它的量没有法人琢磨 投信是一张都没有去碰它 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回到 去年是亏了0.58元 今年会不会赚钱 它的净值只有9块9 9块9 你相对股价12.15 我的看法 大盘指数都还没有跌 它的股价上周五就创今年新低 我的看法 如果有反弹的话 你至少先减码 先减码 先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先减码 这个股价的形态上来看的话 技术面还没有真正牵到这种低点的条件 那再来 在这个盘式节奏里面 我看看 在细力KY 6415的细力KY 你看股价走势 我们之前还画一条线 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 374长黑灌破反弹一天第二天就开始下来了 这种形态我们讲过很多 在这个时间点 在股价走势 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说 很多个股 比方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些个股像2376的一个G加 是不是 2376的G加 它一个M头形态 上周五跟今天碰到月线 碰到323 今天没有碰到 今天只碰到这个月线 没有碰到323 是不是一个很标准的颈线 回到颈线反弹 这个是要逃命波 逃命的卖点空点 那么再来 你看6782 市阳在234块 我们之前在股市现场的时候 也说明 它有这种业绩的题材 可是呢 筹码面就一路被卖 卖了以后 它没有办法去站回234的颈线 会发生什么事 跑了 变成说支撑跌破 它两天反弹 站不上颈线 这就是一个转弱的现象 那么之前我们也跟各位讲过 像2458的翼龙店 翼龙店的股价走势一个M头形态 M头形态 昨天反弹 站上一天 今天呢 直接开低 破季线 破颈线 直接低点往下探 创了3月份以来的新低 这种M头形态还没有满足 该避开的就要避开 好不好 那再来 在美国的台积电 是不是拜登的选举 时间上来讲 我认为应该还不是啦 因为时间上来讲 下半年才会有这种选举的一个题材 再来 在这个股价走势 很多个股 说实在的 很多人很喜欢追 追了以后呢 也会问我说 马老师 这个盘势可不可以爆 我讲一个例子啦 最直接的 跟00940最相关的 来 我把这个图形 点出来给你看 你就懂 我们刚刚不是跟你讲 很多M头形态的吗 你记得我讲这个数字 161块 之前高点161块 有没有 很明显161块是一个 三月份的低点位置 今天低点是162 162是回到什么位置 回到了季线 161.76 还没有到季线 记得我讲的 161 这个颈线 像一个M头形态的颈线 不可以跌破 因为同业的股价走势里面 很多人就问我说 老师 阳明可不可以买 万海可不可以买 你看看阳明的走势 你觉得可以买吗 我给你看一个数字 看完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来 去年 这是在去年 这个累积 去年的1.37元 有人估到说 这个长荣 阳明啊 阳明估到说 今年会有4.09 但是明年呢 亏到亏0.5元 另外一档 2615的万海 2615的万海呢 如果估计今年是2.47元 明年0.04元 这个前提是什么时间 3月19号 在SCFI呢 涨上来的高点位置 但是你回头一看 今天的万海 有没有发现 万海44.05元 上一次3月28号 44块是创了今年新低 今天44.05 差一点点就要破底 那你长荣海 阳明也是在低档 那长荣海运呢 长荣海运还在景线之上 这个时候 不要说是景气因素啦 最直接的 投信没有再买了 可是外资还在做调节 是不是在整个兄弟的加变 加变的战火会越演越大 我也不希望 但是一件事情 持有00940 持有长荣海运的投资朋友 你就观察161 如果161一旦跌破 这是一个M头形态 M头形态 避开161 仅限跌破 还会一段修正 这会让00940的净值啊 还有包含长荣投资人 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冲击 明天来讲 应该还不会看到SCFI 我们台湾时间是在礼拜五 除非是大陆股市 跟我们一样 在礼拜五休市 不然的话 这一桌的SCFI 应该我的看法 还是会做盘叠拉回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美国股市 来 我们再更新一次 看到这里 大家会比较有信心了吧 我今天一开始 我就跟各位讲 美国的一个属于 比特币啊 暴跌4000美元左右 现在你看 道琼电子盘跌了317点 是不是大跌 台子期现在的盘后跌了50点 纳斯达克呢 我们再更新一次 纳斯达克现在的跌幅 177点 跌了0.96% 够明确吧 该避开的就是要避开 高档该空的就是要空 那好朋友如果说 想跟上我们的赢家列车 就像我们今天只空一档 这档个股呢 相对财报数字公布出来不好 又是已经回补过了 相对好的空点 这是买力耗尽的空点 好机会 收盘还在这个价格附近 还没有大跌 等到明天如果急杀的时候 就不要再做追空 反而是短线 找个低点 获利落贷 想跟上的好朋友 跟上我们的助理 0800370888 跟我们的亚洲投股助理 直接来报名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自负投资人应独立足 并自负投资人应独立 enough 跟你欣赴 童选顺的 蔓庆 明天 请 少许 此